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 题目是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 主又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招你们 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捅你下奸 捅你受死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主先告诉彼得 撒旦想要得招他们 他也已经为彼得的跌倒 与保守他再起做了准备 然后也告诉彼得 他将会是犯了什么事而跌倒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彼得是为何跌倒的 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安危的缘故 在基教以前就三次不认我们的主 我们看这件事可能有两种看法 有些人觉得彼得身为耶稣的门徒 而且是守徒 怎么可以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软弱跌倒 这样想的人 他们的重点是 彼得是耶稣的门徒 而我不是 所以彼得不该跌倒 但我无所谓 这样想的人 对于他人的困难和软弱 并不在乎 反正就是别人的错 另一种人 则是能够体会到彼得的难处 要知道他当时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 而大祭司是有兵丁和拥护他的人 在那个院子里面的 所以彼得所处的情况 不可不畏是在凶险当中 他若真的承认 很可能就要马上被抓 与耶稣一起受刑 人士应该有所坚持 但是犯不着 栽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面 主不是也告诉我们要 灵巧如蛇吗 这个时候 蒙混出去是对的 反正主会原谅我们的 这两种人的想法都各有各的问题 许多年轻气盛的基督徒 常常在信主之初 就敢于在听到圣经中的故事以后 就敢于批评彼得 甚至是摩西的软弱 他们作为吃瓜的群众 要批评故事中的人的软弱 是十分容易的 这就展现了他们自己的肤浅 甚至连对方实际的困难都不曾考虑到 就直接开口批评 这样的人是不能体恤人的 稍微有阅历的 看到圣经文章描述的人 就能够体会到各种的不得已 以及彼得当时所处在场面的凶险 他们向自我的内力反思 自身处地的想一想 就知道当时彼得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们能够体谅彼得所做的决定 这本来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当中的多数人 轻忽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是的 这件事也是非常严重的 当然我们知道 后来主原谅了彼得 他在复活后 还找到这群已经放弃的传道事业的门徒们 与这些不完余后的门徒们 在一起吃了早餐 是 之后他还将彼得叫到一旁 三次问彼得 是否能够爱他 爱这其他的 包括世界要更多 在听到彼得三次回答后 他都叫彼得要牧养他的小羊 主就是这样原谅了彼得 是的 主就是这样原谅了彼得 不过我们千万不可以轻看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彼得所否认的不仅仅是一个师父 他否认的是神的儿子 表示他已经不相信 那位诚实他在水上面走了几步的主 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够救他 也表示他承认祭司长的无力 要比他的神更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彼得的软弱在我们里面 也应该要有一颗能够体恤人的心 但是若是我们还没有办法认识到 与主联合的要比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 甚至比自己的性命还要更重要 那我们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就像当时信主才三年半的彼得也是如此 主对彼得说 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是的 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做的事 若是自己都不兼顾 又怎么能够兼顾他人呢 我想这是主给我们的标准 侍奉有很多的方式与可能 有大有小 但是怎么能够真正的对其他的弟兄姐妹负责 则必须自己先要兼顾了 而我们若要兼顾 那就要紧紧的依附在那磐石之上 那磐石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这样兼顾了才能回头看顾我们的弟兄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